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再回来这个 见尼地乐园的节目 我是金家 我是Kenneth 我是独角猪 除了独角猪之外 今集我们也请来两位嘉宾 包括Kenn师傅 和俊师傅 《蒙面超人》 我们也讲了几集 今集主要讲一些 都是讲蒙面超人 但今集我们讲的是魔咒 究竟魔咒是什么 如何为之魔咒 魔咒 首先是科学解释不到的东西 废话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事件 比如说有人在某个年年的作品 其间 英年祖世的 都是一个魔咒 所有人都会死 可以具体一点 蒙面超人有这个魔咒 是的 蒙面超人 在1973年的V3 乖金康 早死 另外在1975年的强者 江瓶英子 女主角 也早死 当时27岁 另外在2005年的響鬼里面 日赛街 早死 当时24岁 还有最近 最近来说 在03年的作品里面 翻译 全静恒先生 又是死了 啊 是吧 真的说不说 那这些东西是否真的这么奇呢 你就给了一些资料给我 我上网找了出生的年月日 和他们过生的年月日 我又起过他们的命 又计过 就看看你的罗耕敬 还是我的神仙姓 就这样见到的话 他们的命本身 多多少少是有问题的 但是又未见到 真是很多的共通点去串联 因为说了 蒙面超人几十年 你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叫做早死啊 或者是 当他死于非命那样 又好像未至于 一种很特别的魔袖 不过 朱英你就说过 有些特别的巧合的东西 不止只是蒙面超人里面 是啊 我又可以跟观众说 蒙面超人 这个就是从生龙去共的 三至尾的年 和五至尾的年 都是有这样的发生过 就是那些人是 有些主角都是不好闻的 或者是瓜老陈 是的 是TV 是TV 冤映权 除此之外 在石森张太郎作品里面 亦都有些是 有两个主角的 通常是 譬如天地相龙 和兄弟权这两套 亦都是先后有 两个主角 不能每一个 凡亲兄弟也有魔袖 是的 兄弟权更加是1985年的 那五次尾更加弱了 那还未算的 你说天地相龙 天龙盒的死了 那地龙盒没有事 应该没问题 是的 错了 每次都很坎坷 其实 说回 天龙盒的主角 就是 天龙盒的主角死了 地龙盒的飾演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就是《蒙面七人》二号 的佐藏木刚 那 他拍完《天地相龙》之后 大概是80年代 错了 他因为失火 令到他严重烧伤 不但还欠人家周身寨 你严重烧伤的程度 好像说七成以上 七成 对 要没有毁容 毁容不了 七成很多人都救不回 是的 七成很贵 但可能因为没有超人 他的情况 不只是烧伤那么简单 还有些东西 就是欠人家周身寨 就是欠人家周身寨 是 他很惨 那段时间 有段时间要做保安 他不用打五百份工 他也不用打 但他也很惨 又要卖番薯做示范 要被这些流氓欠 但流氓欠不到 他很好伸手 你知道他才会拍《蒙面七人》 流到不知什么 有功夫 有功夫 他有功夫 那些流氓 那些流氓 你认出他是《蒙面超人》 你还敢单挑他 你本身就 不,你又有问题 不,你又有问题 不,你挑战他 不,你也有好结果 不,你也有好结果 不,你认为自己真是好打 挑战真的是《蒙面超人》 是吗 那个打仔明星 电影上的超级英雄 未必真是好打 但他也有人认得出是他 但他也不认 是 后来 不知道是否可能 就是《蒙面超人》的兄弟 就是《蒙面超人》 就是《蒙面超人》 那些《蒙面超人》 令他90年代重新 回到房台 现在 他是一个居酒屋的老闆 有经历 那也好 那也算不太多 但是他是一个活低的人 都已经很惨了 我听到都觉得心伤 除了《蒙面超人》魔咒 刚才你有提过的 《石心张太郎》的魔咒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其他的魔咒 你留意到 举个例 例如 不关《石心市》的原谷 里面的人 就拍《与佑灵士》 有三个 卡帮 借帮 借帮 他们刚才是借帮 结果是最早四个人 即是否也是三兄弟 死了一个 可以这么说 即是 名字改得不好 借到达低了 不知道 这个东西 不是什么 叫做沙迪达 就是经帝 沙迪达 也不老例 另外 除此之外 战队方面 打一套战队 大家都知道 是秘密战队 五年者 不用事 是在香港 那里面 其实我告诉你 王展示有两个 一个先后 一个先 一个后 先那个真人 在现实生活 几年之后 自杀 据防止 另外 还未算我 美国那边的 Power Ranger 第一套战队 也有两个王展示 但问题是 那两个王展示 是女王展示 一个是王总人 然后又是黑人犯 是 是 结果呢 王总人 那个女孩 就在 不知道 九年之后 因为家庭以外 就身亡 啊 都是两个 都是死于非命 根据这样的魔咒 就是说 如果你是 第一代的战队 如果你是 黄色的话 没那么老例 可以说 其他那些黄色 是不是又是 没那么好的呢 其他来说 我据我所知 就在1984年 那一队 叫做超电子 在1984年 曾经试过突然间失踪 失踪 失踪 哪个意思 没有说过 解释什么原因 失踪 但是后来 有人说 他不知道 什么事 就被黑帮捉了 不知道是真 还是假的 我们不可以说 是全文 是全文 但问题 他突然间失踪 然后换了一个女主角 不过 不过又这样 你观察到这些现象 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我们阿俊师傅在 在心灵海的角度来看 你讲着 木柏面超人 又或者 那些特色战队 那些角色 其实都是一些 很出名 会容易出名 或者是 会弹性到一个台阶 其实他们那个 精神压力 社会期望 各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 压力 又或者是 一些 严重的危机 在里面 在这一件事 有没有解释到 一般人 都是被自己压力过大 很多时候 你想想他是一个明星 突然间变成恩星 那你试想想 在一个这么大的 转变期里面 其实他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是很厉害的 是吧 你出到街 很多人认识你 突然间出到街 没有人认知你 甚至会笑你 其实这些都是 对于他们很负面 是很残念 即是调弃不信 有一个 调弃不信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 就说回方木楼先生 他在2012年4月死 他是死于肺炎 但是他死于肺炎之前 他是曾经参加过 地区议会的选举 结果是落败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是这样 有些屈结 一定是 肺炎 顶着一条气 结果他都知道肺炎不死 那现在这段时间 刚巧就是香港这个选举 会不会突然间 有些落选的肺炎 这个机会是有的 我们不敢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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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性 但我提外话 也会说回 有一个无面称人 虽然他不是纵魔咒 但有件事 都比纵魔咒都差不多 就是 Super One 他叫高三进塔压界 那个人 未拍Rider之前 他是一个陆上自卫队的成员 最近我听闻 他应该多了个发名 高三借泰 借泰 借泰 因为他为什么说 何为借泰 就是借了人的粉丝的钱 哦 借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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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明白明白 所以问题是变成很负面 这些东西 虽然说未去到魔咒 但问题是 你大哥 你这样做这些东西 你也不是那么 你 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明星也是 是的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又观察到的 就是这个堅尼地乐园里面 每一集前面都有一碟东西 有一碟食物放在这里 没有人吃的 没有人吃的 没有人吃过的 坐坐坐坐 是等下记之后才吃的 我再一个 我再一个 Kent师傅 你也有在蒙面超人的 你看到那些怪兔 当然是最后一刻才会死的 哪有人一出来被人遮住 那可以有其他的 那些叫结结冰 刚刚吃了结结冰 嗯 这里也是吃的 对 这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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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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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那个 心灵学和气功上的角度 嗯 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到他们 你意思是帮到是指哪一方面 例如说是他们的心理状况 还是他们的健康状况 还是如何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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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会 毁以重任 准备拍蒙面超人 你将来做蒙面超人 拯救世界 那你怎样去 处理到 刚才说的 社会压力 或者是 众人期望 或者自己的期望 那种 哦 先说 解决了压力 其实 等于香港人都 其实 是永远争取No.1的嘛 那些小朋友 你都会见到 什么 营作起跑线 其实一开始 一踏入这个 地头里面 就已经是压力来的 嗯 其实是 活着当下 和是 希望能够表达到 自己里面想表达的东西 例如他本身是一个 蒙面超人 这种是 英雄合意的 心态 嗯 能够表达出来 其实他是没有这个压力 因为他是享受去表达 是吧 但你不是真的很享受 他表达这件事 就是一件很大压力的事 我也都听过一些事情 是是是 因为呢 拍Rype 有些女主角 因为说成长总压力 中豪 也有试过有人中豪是 不拍 OK 还失踪 还失踪 也有人拍完之后 要适应 也有 适应 明白明白 也挺是 拍整年的 因为他其实无语情人 大家都知道 一集 通常是五十多集 是过足一年的 其实是跟整班 crew 一年 生活 哦 OK 但是你说霸拍 我记得 就是没有霸拍 或者某些原因 电王其中一个 就是突然间 我女主角变了 变成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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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拍完之后 压力太大 也算无适应 因为有病 也可能 压力大 可能我们这样的讨论法 已经可以解构到 何谓魔咒 但是除了《蒙面超人魔咒》 我刚才说过 几个不同的魔咒之外 另外还有其他的魔咒 朱兄有提过 在我们未拍摄之前 有一堆说了出来 但是有些我们未听过 香港有些未看过 有些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 可能将来 真的有机会 我们搜集多些资料 再跟观众一系列去说 直接有个魔咒片 嗯 是的 你说这个题材 我们有个问题 大家浮现在脑上 蒙面超人 那么多集 为什么 每集的收卡 都是有只鹰抓住地球 嗯 我也想问 有些行议 有些隐喻性的东西 但是这里不方便说 OK 这里是我们今集五 不方便说 OK 留下集 我们留待伏线 就下集再来 OK 好 好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留待下一次 看看是魔咒片 还是什么片 下次再见 各位观众 拜拜 拜拜 优聞 你